继续读《村上春树》的文章《为谁写作》 这是第二段 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 我不得不清晰地意识到读者的存在了 不过那具体是怎样的读者 我却没有多想 因为也没有冥想苦想的必要 那时候我正三十出头 不管怎么想 看我写的东西的不外乎是同龄人 要不就是更年轻的一代 也就是年轻男女们 当时的我是一个新晋青年作家 用这样的词叫人有点难为情 支持我作品的显然是年轻一代的读者 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 心里在想些什么 我无需去冥思苦想 作为作者的我 与读者理所当然般何而为一 回首当日那段时期 大概是我这个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蜜月期吧 《寻扬冒险记》 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了刊载的杂志 《群相编辑部》相当的冷遇 我记得是这样 但幸运的是得到了众多读者的支持 评价也很高 书远比预想中畅销 换句话说 我作为职业作家 算是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 并且有一种明确的感觉 我要做的事情在方向上没有错 在这层意义上 对身为长篇小说作家的我来说 《寻扬冒险记》才是史智上的出发点 自那儿以来岁月流逝 我已经六时过半 来到了距离新近青年作家的境界 十分遥远的地方 尽管并没有规划过什么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的年龄会自然而然地增加 没办法 而阅读我作品的读者阶层 也随着岁月流逝发生了变化 或者说是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变化 只是假如有人问我 那么现在阅读你作品的是 些什么样的人呢 我却只能回答 哎呀 我也一无所知啊 当真是一无所知 有许多读者写信给我 此外我也有机会和几位读者见过面 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年龄 性别还是居住区域 都千奇百亿各不相同 因此我的书主要是哪些人在阅读 脑海中还真的涌现不出具体的形象 我自己不甚了解 出版社的营销人员只怕也不太清楚吧 除了男女比例大约各占一半 女读者中美貌的居多 这并非谎言之外 看不出其他的共同特征 从前有种倾向 好像在城市里卖的不错 在地方上却销路欠佳 但现在没有如此鲜明的抵御差异了 那么你是在对读者形象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写小说咯 看来有人要这么问我 不过细想一想 没准还真是这样 我脑海里并没有浮现出具体的读者形象 据我所知 好像多数作家都会与读者一起成长 也就是说 如果作者上了年纪 一般而言 读者的年龄也会随之增长上去 所以作者与读者的年龄 彼此重叠的情况比较多见 这要说好懂的话 的确也挺好懂的 如果是这样 写小说当然会在心中设想 大致于自己同龄的读者 但我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此外也有一种小说类型 从一开始就将特定的年代和阶层设为目标 比如说青春小说是以十几岁的少男少女 浪漫小说是以二三十岁的女性 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则是以中老年男性为目标读者来写 这也容易理解 不过我写的小说与这些也略有不同 说到底 兜了整整一个大圈子 话又回到了远处 我的书究竟是哪些人在阅读 对此我是一头雾水 于是就成了既然如此 就只能为了自己高兴而泄露 这是否该说是回根原点呢 真有点不可思议 只是我在成为作家定期出书之后 学到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不管你写什么怎么写 最终都难免被人家说三道四 比如说写个长篇小说 就会有人说太长了 闲得冗凡 只要一半分量就足够把故事写完了 助此来写个短一些的 又有人说内容肤浅漏洞百出 明显偷工减料 同一部小说在这个地方被说成是 重复相同的故事 陈旧老套 枯燥无畏 可换个地方又被说成 还是前一部作品好 新的手法白忙活了 想一想 其实从25年前开始 我就一直被人家说到今天 村上落后于当今的时代 他已经完蛋了 吹毛求辞大概很简单 反正只管心口开合就行 又不用承担具体责任 而被村毛求辞的一方 想一样一样去搭理的话 甚至根本吃不消 于是自然而然的变成了 随他去吧 反正都会被人家说坏话 干脆自己想写啥就写啥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瑞奇尼尔森晚年的歌曲中 有一首《花园酒会》 其中有这样两句歌词 假如不能让所有人都开心 不就只能自己一人开心了吗 这种心情我也非常理解 就算想让所有人都开心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 只会自己白忙活而已 所幸一不做二不休 只管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 做自己享受的 最想去做的事情便可 这样一来即便评价 欠佳 说的销路不好 也可以心安利得了 嗯 没关系 至少我自己是享受过了 爵士钢琴手赛龙尼斯门客 也这样说过 他说 我想说的是 你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演奏便好 至于世间要求什么 那种事情不必考虑 按你喜欢的方式演奏 让世间理解你做的事情就行 哪怕花上十五年二十年 当然 并非只有自己享受了 就能成为杰出的艺术作品 不用多说 其中需要严苛的自我相对化 作为一个职业人士 也应该有最低限度的支持者 然而 只要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些 享受过程和心安理得 或许就成为至关重要的 准生 须知 做这不开心的事 活在世上 人生未免太不快活了 你说是不是 心情愉悦有何不好 莫非又要回到这个出发点吗 尽管如此 如果有人正色问我 你写小说是脑袋里当真只想着自己吗 那么连我也会回答 不当然没有那种事 前面说过 我是一名职业作家 要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中重复写作 忘记读者的存在 就算心里想忘记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不恰当的做法 然而 所以说讲读者放在心中 也不会像企业开发商品式那样 去做市场调查 进行消费 阶层 分析 设定具体的目标顾客等等 我脑海里浮现的归根结底 还是空想的人物 那个人既没有年龄也没有职业和性别 当然他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拥有这一切 但这些都是可以替换的东西 总之 我是说这类东西并不是重要因素 重要的是我与那个人彼此密切相连 这个事实必须是不可替换 是在哪里如何相连的 我不知其想 不过 我有一种感觉 在遥远的底部 黑暗的去处 我的根 与那个人的根 紧紧的连在一起 那地方太深 太黑 无法随意 前往打探情势 但通过故事这个体系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连接 有一种养分正在彼此却流动的真实感 不过 我和那人即便是在后街小巷擦肩而过 在电车上比林而坐 在超市收音台便前后排队 也几乎不会察觉到彼此的根紧紧相连 我们互不相识 仅仅是偶然相遇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隔奔东西 从此只怕再也无缘重逢 然而实际上 我们在地下穿透着 穿透了日常生活着坚硬的表层 小说式的密切相连 我们在内心深处拥有共同的故事 我设想的大致就是这样的读者 我希望能让这样的读者尽情享受阅读 有所感悟 而且因此日日写着小说 与此相比身边那些现实人物却相当棘手 每次我写新书 总是既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 哪怕没有明确说出意见和感想 可这种事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了 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味口味偏好 任凭我如何奋斗 就像瑞奇尼尔森唱的那样 也不能让所有人都开心 看到身边人的这种个别反应 对写作者来说也是相当折磨神经的 这种时候我就简单的亮出底牌 果然只能自己享受 是吧 我根据不同情况 适当的区别运用这两种姿态 这是我在多年的作家生涯中学到的招数 或者说是生存的智慧 好了 让我先在这里停下来吧 下一次再读 再读